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中文电台 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28号星期一 我是主持人萧芳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圣县推出保障收入计划 为无家可归学生提供资助 圣和赛公园的圣诞公园 开始迎客拉开节日序幕 超过400个商业团体呼吁国会 阻止潜在的铁路罢工 水牛城超市大屠杀 19岁白人枪手认罪 将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中国外交部在记者会上回应 抗议封控事件 李家超就黎智英案 聘英国律师向中央提请全国人大 事发 伊朗演员不带头巾拍影片 声援反政府示威 世界杯比利时对数给摩洛哥队 布鲁塞尔街头发生暴力事件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记者张苗 11月28号湾区总和报道 据加州参议员科蒂斯办公事称 加州将提供2500万元的资金 以资助加州的7个保障收入试点计划 加州社会服务部将通过每月 向圣塔克拉拉县的至少1975名居民 支付600至1200元的现金 来提供直接援助 该计划专门针对支持过度年龄的 寄养青年和孕妇 参议员科蒂斯起草的被称为 加州成功机会和学术复原力保障收入计划 旨在为12年级的无家可归青年 提供有保证的直接现金援助 该计划将提供每月约1000元的 无附加条件资金 支持无住房的高中生 过渡到两年或四年至大学 学徒计划或工作计划 帮助学生摆脱贫困 并接受高等教育和参加工作 这一项计划最先在圣塔克拉拉县拟定 本台消息 公元圣诞节Christmas in the Park 是圣和赛历史最悠久的节日传统之一 这项家庭娱乐活动与感恩节后的周末开幕 组织者表示 他们预计从现在到一月期间 将会有数十万人参加 公元圣诞节是一个非牟利组织 通过赞助捐赠赠款和计划来举办免费活动 社区团体当地学校和其他非牟利组织 自愿装饰圣诞树 在这里和圣诞老人合影是免费的 但游客必须使用自己的相机拍摄 公元圣诞节每天中午至晚上十点开放 包括圣诞节和元旦 本台记者陈永青 10月28号 旧金山综合报道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康特拉科斯塔县卫生官员正在努力确定 25号上午在迫切科大道 马丁内斯炼油公司附近的社区 发现了一种白色粉状物质 据民员表示 这是一些坚硬坚韧和精美的材料 康特拉科斯塔县卫生局表示 最近几天由于机械故障 炼油厂一直在燃烧 县卫生部门的官员也在收集样本进行测试 并正在与航空区合作确定来源 卫生官员表示 一旦他们了解更多关于该物质的信息 他们将提供最新消息 继续关注美国新闻 本台特约记者颜天 11月28号华盛顿报道 周一一个由全美400多个商业团体组成的联盟 公开致喊国会两党领导人 敦促他们尽快进入停滞不前的铁路系统劳资谈判 以避免发生大规模铁路罢工 并对美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 国会领导人和白宫此前曾表示 他们正在密切关注铁路劳资谈判的最新动态 尽管强调铁路罢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但国会和白宫都没有说明将会在何时采取何种行动 本台纽约消息 在纽约一家水牛城超市屠杀10名黑人顾客和工作人员的白人枪手 19岁的佩顿·詹德龙 周一在伊利郡法院对大陪审团起诉书中的所有指控都供认不讳 包括谋杀仇恨犯罪谋杀和以仇恨为动机的国内恐怖主义罪名 这意味着他会被自动判处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纽约没有死刑 量刑定于明年2月15号进行 今年5月14号身穿防弹服的詹德龙 使用一部半自动来福枪实行了种族主义袭击 希望以此保存美国的白人势力 他在网上发布的宣言中承认 选择这家超市是因为他位于一个以非裔为主的社区 这起枪击共计造成10人死亡 3人受伤 由于石油需求前景继续恶化 石油原油价格继续下跌 已经抹去了今年的全部涨幅 美国基准原油西德州中置原油期货的1月份原油价格 在周一午后交易中略高于每桶77元 随后跌至每桶73.6元 这是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价格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 周一全国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轮3.546元 低于一周前的3.662元 但仍高于一年前的3.394元 美国男族国家队总教练 伯哈尔特周一代表球员和工作人员 为美国族协USSF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则 有争议的帖子道歉 但坚称他们与该帖子无关 上周末USSF在社交媒体上临时发布了一个帖子 上面的伊朗国旗被抹除了中央的红色国徽标志 此举意在显示对伊朗女性争取基本人权的支持 伊朗官方通讯社塔斯尼姆通讯社认为USSF的举动 不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旗 并在另一篇帖子中要求美国队被踢出比赛 美国族协的帖子后来被删除或重新换上了伊朗官方国旗 本周二 美国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对阵伊朗 这场比赛对美国队来说是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必胜之战 马斯克周一在一系列推文中指责苹果公司在没有说明原因的情况下 威胁要将推特应用程序从其应用商店中下架 他还表示苹果已经停止在推特上投放广告 马斯克表示苹果正在就内容审查要求向推特施压 自马斯克完成收购以来 许多公司已停止或暂停在推特上投放广告 马斯克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该公司的收入大幅下降 广告销售约占推特收入的90% 欢迎收听新闻快车道节目 我是主持人小方 下面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本台消息 28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记者会上回应了乌鲁木齐火灾和抗疫风控事件 赵立坚在回答外国媒体记者提问时表示 关于你提到的乌鲁木齐火灾 乌鲁木齐市政府已经发布了有关的声明 的确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事例 将这次火灾同当地的抗疫政策相联系 乌鲁木齐市政府已经召开有关的记者会 阐明了事实真相 驳斥了有关的造谣和抹黑 关于你提到的有关人士 对生活在中国的安全表示关切 我想这就毫无必要了吧 我们大多数人 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中国是安全的 据兰州市卫健委25号通报 11月24号 兰州和子华西实验室工作人员 勿将个别核酸检测异常人员名单信息 录入阴性人员信息包中上传至工作系统 使个别代转运人员健康码显示核酸检测阴性 兰州卫健委表示将对兰州和子华新实验室予以严肃处理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全国已有核子华新相关实验室超30家 分别在深圳、长沙、武汉、北京等多地 值得注意的是 核子华新相关实验室曾多次违规被罚 兰州和子华新实验室的失误也并非首次 28号广州市出台核酸检测实施方案 28号上午8时至29号上午8时 除海珠、藩鱼、天河、白云四个区外 广州其余七个区引导群众按需检测 长期居家老人、每日网课学生、居家办公者等 无社会面活动人员 如果没有外出需求 可以不参加全员核酸筛查 减少人群聚集感染风险 节约全市核酸资源 本台消息 美国驻华使团28号在官网发表了 致美国公民的声明 声明说 海外美国公民的安全、健康和福祉 是美国最高等级的优先事项 美国公民因为最近在中国新冠感染人数的上升而受到影响 我们正在积极与他们一起努力 并向他们提供帮助 我们鼓励所有美国公民 为您自己和您的各位家庭成员 保存14天的药物、瓶装水和食物供应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28号表示 按中央人民政府根据香港国安法第11条发出的罕见要求 行政长官当晚已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 并在报告中建议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根据香港国安法第65条 就根据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 没有本地全面职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或大律师 可否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 做出解释 英国御用大律师蒂姆欧文或高等法院批准 以项目认许方式 为一传媒创始人黎智英辩护 律政司司长就项目认许申请上诉许可 终审法院裁决拒绝申请 中院裁决后近三个小时 李家超傍晚以行政长官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身份 做出声明 表示向中央提交报告会提及这宗案件 并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发 国务院港澳办28号表示 中央人民政府日前依照香港国安法 向行政长官李家超发出公函 要求就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提交报告 李家超立即组织研究落实 并向社会通报表明将尽快提交报告 同时提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国安法有关条款的建议 对此充分肯定并坚决支持 声明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 特区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限制责任 取得明显成效 但近期在部分案件 特别是离制阴暗的办理过程中出现一些现象 值得高度警惕 国务院港澳办还说 香港高等法院批准外国律师代理案件 违反了国安法立法精神 根据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 关于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七次排除延期清单的公告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七次排除延期清单 将于2022年11月30日到期 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按程序决定 自2022年12月1号至2023年5月31号 对相关商品延长排除期限 继续不加征我为反制美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 本台综合消息 在28号举行的神舟15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季奇敏说 对于其他国家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 展开实验我们一直持欢迎态度 季奇敏指出 目前已有多个国家向中国提出了选派航天员 参与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需求 我们与相关方面也正在开展对接协调 同时也在积极进行培训国外航天员的相关准备工作 本台综合消息 中国企业评价协会27号在中国企业家博奥论坛线上 发布了2022新型实体企业100强名单 榜单显示国家电网 京东集团以及华为集团位列前三位 中国新型实体企业100强中 制造业占六成 其中先进制造业36家 央企国企以及A股上市公司等大型企业 承担起数十融合的中间力量 以下时间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土耳其外交部长卡夫索格鲁28号宣布 他将于29号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场边 与瑞典和芬兰外长会面 讨论这两国加入北约相关事宜 土耳其先前批评这两个北欧国家 为被视其为恐怖分子的库尔德族 武装分子提供避风港 尽管早在6月 土耳其就已经同意 不再反对瑞典芬兰加入北约 但土耳其至今仍拒绝正式批准这两国加入 在社群媒体发布的一段最新影片显示 一群伊朗的演员在没有带头巾的情况下 举行无声抗议 以声援库德族女子艾米尼之死 引发的反政府示威活动 影片可见伊朗演员兼导演索赫拉格莱斯塔尼 身穿黑衣走进画面 转身露出了未戴头巾的正面 盯着镜头看 多名身着深色衣服的男女 随即加入格莱斯塔尼的行列 影片内的十名女性都没有戴头巾 只是沉默地盯着镜头 截止目前伊朗已有多名演员 在示威中拿掉头巾 自1983年至今 女性在公共场合截须佩戴头巾 自22岁的艾米尼因服装违规 被宗教警察拘留 并于9月16号丧命后 伊朗全国陷入长达超过两个月的抗议 这也是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 伊朗政权面临的最大挑战 世卫组织WHO28号宣布 Mpox现在是猴豆的首选名称 该组织表示在猴豆的名称被逐步淘汰期间 这两个名称将同时使用一年 据介绍猴豆是在1970年命名的 比首次在圈养的猴子身上发现导致这种病毒 这种疾病的病毒晚了十多年 2015年 世卫组织发布了疾病命名最佳做法 自最近的疫情爆发以来 科学家和专家一直在推动更改名称 以避免歧视和污名化 导致人们远离检测和接种疫苗 欧洲刑警组织28号表示 警方破获了一个控制欧洲三分之一 骨科减贸易的庞大毒品超级集团 在不同国家逮捕了49人 其中包括迪拜的6名主贤 国际刑警组织称 在这次大规模国际行动中 共查获30吨毒品 警方也在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及荷兰 进行了逮捕行动 梵蒂冈日前指责中国 违反了一项关于主教任命的权力共享协议 在中国寻求加强对宗教的控制之际 梵蒂冈此举表达了 其对中国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失望的情绪 梵蒂冈在上周六的一份声明中说 中国官员任命一名天主教主教 为一个未获罗马教廷承认的教区的领袖 此举违反了2018年达成的一项协议 也破坏了双方的对话精神 梵蒂冈官员此前表示 他们重视于中国政府的协议 原因是中国政府承认教皇 是中国天主教会的领袖 并帮助维护那里的等级制度和信徒团结 奥地利铁路员工要求加薪 铁路工会为此发起为时24小时的罢工 全国各地列车28号停驶 平时熙熙攘攘的火车站一片冷冷清清 大约100万名旅客的行程被耽误 工会说为5万名铁路员工加薪的协商宣告失败 并指控雇主用虚假提议来愚弄员工 未缓和通膨飙升带来的影响 工会希望加薪400欧元 而非雇主提议的208欧元 罢工活动在奥地利非常罕见 27号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队 以2比0大胜比利时 比赛期间以及之后 布鲁塞尔发生了暴力事件 警方不得不封锁市中心部分地区 动用高压水枪 并发射催流瓦斯驱散人群 21号布鲁塞尔警方表示 数十名暴徒掀翻并点燃一辆汽车 还点燃了多辆电动摩托车 并向汽车投掷砖块 警方说在一人面部受伤后 警方开始驱散行动 布鲁塞尔市长敦促人们远离市中心 并表示警方正在尽最大努力 维持街头秩序 根据警方的命令 地铁和电车也不得不中断运行 安特·韦普市也发生扫乱 卡塔尔世界杯继续进行 在G组的两场比赛中 卡麦隆3比3战平了塞尔维亚 巴西1比0战胜了瑞士 在E组的比赛中 西班牙和德国1比1战平 H组的德国 H组的韩国2比3不敌加纳 葡萄牙凭借费南德斯的两个进球 以2比0击败乌拉圭 取得两年胜提前出现 世界杯足球赛火热开梯之际 各种争议层出不穷 国际足联27号对塞尔维亚足协 展开纪律处分程序 因为塞尔维亚队24号输给巴西前 在更衣室悬挂着一面描绘科索沃的争议性旗帜 多张照片显示塞尔维亚更衣室里 悬挂一面描绘塞尔维亚国境的旗帜 其中包含了科索沃的轮廓 最上方则是写着不投降的概印图样 科索沃足球协会为此向国际组联投诉 阿尔巴尼亚人占多数的科索沃 是前南斯拉夫两个自治省中的一个 2008年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 但贝尔格勒当局拒绝承认 它是一个独立国家 节目最后时间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标普500下跌62.18点 跌幅1.54% 报收3963.94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497.57点 跌幅1.45% 报收33849.46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76.86点 跌幅1.58% 报收11049.50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出道节目 由小方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